近期英国报告了一种新冠病毒新变种 这种变异后的病毒的传播性比原本的病毒高出70% 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表示 这种新病毒在该国已经失控 12月19日为了控制病毒传播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宣布对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等地区进行新的封锁 病毒新变种失控的消息传出之后 欧洲陷入集体恐慌 众多国家迅速采取了措施 开始对英国实施旅行禁令 爱尔兰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 比利时等国家 都暂停了与英国来往的交通 从20日午夜开始 法国与英国的所有交通路线暂停48小时 作为对法国禁令的回应 欧洲隧道公司表示 从格林威治标准时间22点起 将暂停英国福克斯顿站前往法国加莱的交通 预定在21日旅行的人可以得到退款 但从加莱开往福克斯顿的列车不受限制 每年这个时候 爱尔兰会与英国有大量的旅客往来 但现在该国政府宣布 来自英格兰威尔市和苏格兰的航班 至少在两天内禁止抵达该国 为了疫情防控 所有来自英国的旅客 都不应乘坐飞机或轮船前往爱尔兰 不过货运轮渡将继续通行 荷兰方面表示 在1月1日之前 该国将禁止所有来自英国的客运航班 20日晚些时候 该国又宣称禁止成轮渡的英国游客进入 但货运不受限制 除此之外 比利时也从20日午夜 开始暂停来自英国的航班和列车抵达 保加利亚已暂停从午夜起 往返英国的航班 该国禁令将持续至1月31日 奥地利 土耳其和瑞士 也纷纷暂时禁止了 所有来自英国的航班 德国官方则发布消息称 来自英国的飞机将不允许 在20日午夜之后降落 运载货物的除外 德国卫生部长严斯斯潘恩还表示 德国尚未发现变异病毒的病例 与德国不同 意大利卫生部 已经在20日报告了一例感染变异病毒的病例 病人正在罗马接受治疗 目前 意大利已经禁止1月6日前 所有来自英国的航班 新冠病毒新变种 引起了整个欧洲大陆的恐慌 各个国家试图以关闭对英国门的方式 将病毒阻隔在外 而被孤立的英国 也正在遭受着变异病毒带来的折磨 英国政府决定实施新的禁令后 大批的居民赶往机场 试图逃离伦敦 这个是非之地 汉考克批评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 逃跑是人的本能 但这时候 大量的人口流动 只会让情况越来越糟 现在整个欧洲已经人心惶惶 只有英国守好自己的国门 才能带给其他国家更多的安全感